观众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秋 这一节国际及国内议题的大白话 我们要请来宾 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 赖岳前教授 主持人好 跟朋友大家好 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老师 浅秋好 大家好 知识媒体人 董之森 是 大家好 金门 讲到金门就想到董哥 但是在这个两条人命的意外事件 还是没有进一步的 可以解决的方法之外 我们有两名调客说是迷航了 这个船上面被大陆方面协助 把他找回去了 但问题是 要不要送回来 这两个人后来发现 其中一个人有军人身份之后 而且是限职之后 发生了现在两岸 几乎没有办法沟通的状况 陈云生委员刚刚最新的消息 是他透露说 这两名迷航的调客 规划今天下午就会先送一位 没有军人身份的这一位 无限调客回来 因为他比较单纯 但是目前相关单位都说 还没有消息 至于另外一位现役的军人 无限调客可能要多留几天 不过这个消息仍然还没有得到 官方的任何的证实 那到底会怎么样 重点是一个军人现职的身份 就会引起很多的揣测 两岸又没有沟通的 正常管道的话 那该怎么办 当然陆委会只有公开一直喊话说 希望中国大陆赶快送回 两名金门调客 还甚至有传出来说 中方对我方已读不回 过去常常讲说 我们什么水果被禁 什么的都是说已读不回 那现在陆委会发言人 赶快出来否认 他说没有啦 没有已读不回啦 对方是有跟他沟通 有联络 但是表示上面还没有做出决定 所以人现在还没有办法顺利接回 下午有没有机会 其中一位先回来 我们就拭目以待 但是金门海巡队现在谁出来回应呢 其实这个是其中最有意思的地方了 这一次是金门海巡队的主任 出来讲话 吕中翰 他说只要能够回来 什么理由 什么形式都可以 赶快乐见集成 赶快促成 那看到这个人呢 管碧琳 现在是神隐的 记得吗 上一次整个冲突事件的时候 几乎在我们官方的处理方式是 想要把民间拉到官方 把官方从地方政府拉到中央 最好中央对中央谈 把层级一再拉高 但现在这个事情 发展 实际上反而是 所谓的中央部会首长们 管碧琳 都不再做任何的回应或发言 而是由金门的海巡队的组长 主任 就可以去回应了吗 这是我们的两手策略吗 那当然北京的灰色战略 被形容是什么 当然这个画面刚刚看到的是 很少见的一种联合演习的方式 这个是有海空军 海警 就是军警 一起联合的演习 而且是昼夜一起串联的项目 被说是一种实战演训 很少见 这种叫做暴力抗法等特殊情况 也就是说 如果海警船遭遇到各种的状况的时候 不管白天晚上 还有军方要跟警方一起联合的时候 这当然联想的可多了 这跟我们台海最近发生这些事情 都有关系 是代表随时准备作战的概念吗 那再来看看菲律宾好了 现在中美对抗底下 对于中非在南海冲突这件事情 一直有各种的新的意外发展事件 不小心就会搞大 大家都在担心 而布林肯前阵子 美国国卿访问了菲律宾的时候 大家看到一个画面 当然他随后 也发表了一个一定力挺菲律宾的这样的态度 双方共同的友谊坚定等等这种态度声明 但看到画面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怎么会这个访兵是这样做的 小马可是做是这样做的 那并跟做小椅子 这个怪怪的吧 有点大家联想到 就是川普接见无趣趣的时候 让他做小椅子 羞辱他那个氛围 当然没有那么的显著 因为看起来态度 画面自在聪明一些 但看看人家王毅去的时候 菲律宾怎么对他的 是这样平等的相对 比较像合理的对等外交的姿态 公布的官方照片是这样 那这个是美国方面不介意 还是友谊已经好到这个程度 没有再计较不知道 但显然菲律宾跟中国最近的冲突事件 是非常的越来越多的 例如最新发生的这件事是在21号 菲律宾有34名人员 上了这个小铁线礁 这个礁岛上面去活动 中方海警执法人员立刻依法登交 而且查处把他们抓起来 这些中国队包括的南沙群岛 附近的海域 这个中国海警新闻法人说 干预说 这都有充分的历史跟法理依据 是拥有主权的 所以经过警告劝阻无效 所以只好直接查证跟执法处置 其实在这个登岛之前 我实际是觉得很纳闷 如果说前面都已经有这种对峙 为什么他们30个人还要坚持要登岛呢 因为这画面是在这个铁线礁外面 就有一场海上对峙的影片 我们先来看看画面 这个画面上就有直扒的盘旋 什么概念 就是编号5240的中国海警舰 旁边临近的监视 这菲律宾船的行进路线 旁边算一算 如果我们画面上可以算一下的话 大概有将近10艘左右的中国渔船 一起环绕 把它团团包围住 要阻止菲律宾船继续往铁线交去前进 同时空中看到没 这直升机是直扒直升机 空中待命戒备 等于是从海空一起来监控这艘渔船的动向 但这艘菲律宾船还是坚持 人34个人就是上了这个岛礁 这个到底是为什么 大家觉得不知道 他就这么坚持吗 那看看现在这个海域的各种部署里头 除了现在南海这里 菲律宾动作频频 在日本的部分 现在有四艘将近到钓鱼岛附近的海域 3月20号也有四艘中国海警船航行在钓鱼台 列岛的海域这附近 那么海上 日本方面的消息是说 海上保卫本部立刻对海警船提出警告 呼吁他们赶快驶离 所以就是南海 还有日本海 还有当然金门海域不用说了 这附近都有各种的 刚感觉紧张的氛围在 金门人董哥 对于现在金门渔民们 或者是当地的心情一定最了解 其实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礼拜天 那时候我也在金门 发现大雾了 包括小山通包括飞机都没有开 他们坐的是船船 那种船更小就去钓 那叫当然就进入了对方的水域 这是很清楚的 他们自己也看不到 在海上看不到 那物太大的关系 物太大 因为所有飞机21班都不开 所以可以看到 他们就把他救起来 海警隊把他救起来以后 然后这两个钓客很天真 有一个比较单纯 他就讲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另外一个比较不单纯 因为他是职业精人 限职 限职的职业精人中士 那他是金门人 他就骗海警 不讲他的精人 他随便讲一个行业 后来被人家查出来了 因为中国大陆也很厉害 查出来 你有职业精人的身份 你现在要故意隐瞒身份 那你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现在碰到的难题 另外一个大概 如果今天没有就明天 就送回来 另外那个比较单纯 这个弗姓的中士 他会比较麻烦 因为等于说 你是不是有特别的用途 今天可以想象 如果是解放军说我们来钓鱼 越过金门到廖楼港附近 然后被我们抓到 他说我不小心越过来 我是是不是 我们一定会认为说你别有企图 所以他现在的复杂这样 那我们看到大家在讲惊吓 因为我们还行把两个人弄死了 然后态度又不够诚恳 我们现在还扣留这两个 被弄死人的谜题 那现在也不发烦 也没有对话管道 因为谈了十五次 那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 过错在我们这边比较多 不用讲 那你现在态度这样的话 中国大陆态度没有 他 你单纯的我还是发 还给你 那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并不是我们手讲说 完全没有办法去协调 因为这几天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人道还是很看重 那就好像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也知道说 其实是有管道可以 那整个事情发生以后 其实我刚刚讲 这个直接进的是我们金门的乡亲 我们那边认识的人也不少 我们也问得到 但他只是没办法放你走 他把他关在海警船上 要等候上面的指示 说抓到一个职业精人 那怎么办 怎么处置 对 等你台湾来谈 上吗 如果是我们 我们一定会这样 对不对 然后不来我们人就不还你 我们连死人都不还你 何况是猴人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 我们自己有我们的管道问了 问了说因为他有这样的 开始又欺骗我们 我们只好要问上面 是不是他会怎么样的处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海 我们叫金夏或者海峡两岸 其实是我们很多人是可以 问得到帮得上忙的 是问得到帮得上忙 但就不是民进党的那些人 就不是在国家拿高薪 然后不干事 然后常常犯错 造成很不可收拾即便的那些人 就是领高薪落实者比 那些人没有办法做事 我们自己有办法做事 我们自己问得到 所以事情在214 那个案件发生的时候 金门跟马祖的立委都说 跟政府讲说 有我们出便来帮你 他不肯 那你不肯你说 因为你们两个都是国民党 金门红十字会说我们来帮忙 我们已经做了 好几二三十年了 我们政府也不肯 民间处理其实很简单的 很简单 因为他没有色彩 红十字会要做他也不肯 他会要自己的陆委会梁文杰 然后海委会 也是派那个周美武 然后都是那些官方声论的 要跟人家谈 人家当然不敢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在 处理这种问题 你还是要找 比较没有争议的 然后有经验的人来做 民进党在这事情 其实让人家看破手脚 就是接下来赖清德 会不会改嫌预测 其实大家都觉得说 你如果要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那将来两岸一定会更紧张 是 那要说 因为上一次在翻船意外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官方处理 是一直想办法把调子拉高 嗆聲的都是官员 这一次真的不是很重要吗 要救赢救我们的人 我们人要救回来不是很重要吗 沉寂一直压低 现在情况是我们碰到麻烦了 因为是大陆救起我们两位 这个相亲 两位被救起来了 救起来了以后 结果有一位是军人 现役军人 可是我们在外岛服役过的人 我们都知道 现役军人不能下海 因为我们是不能够随便 就算休假也不行吗 不可以的 那是很严格的法律规定 而且所以我们现在在问的是 部队长知不知道这件事 那军方的态度是怎么样 那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大陆那边 在看你台湾的军方的关系 因为这个已经是明显的违反的军纪 也就是说我们在外岛的时候 我们如果没有经过允许 我们暂时下海的话 那会被判断说是不是有离开 我们叫做叛逃的嫌疑 那如果有经过允许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有经过允许的话 那就很明显的 那是不是在从事渗透 或是情报的工作 那这个当然对大陆来讲 他当然要了解 要厘清楚 所以他也在看你台湾的部队长 你的部队的态度 到底军方态度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在沟通的过程中 也可能他们要经过 甚至要经过一段的征讯 因为他们要确实了解 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如果说我们的部队的 现役的军人 他要渗透到大陆去 或是要去刺探 大陆的防卫的情况的话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就以一个刺探对方的防卫底细 那他们可能 那就用间谍罪 或是用其他的交战的方式 来去逮捕 那这个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 郝委会到目前为止 对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态度 陆委会也没有一个态度 然后国防部也没有一个态度 可是更离谱的地方是在 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却没有好好的质询这三个部门 说这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给大家一个真相 怎么每次民进党一执政 就不给我们一个真相 我们就一直不理解 也就是说翻船了 大陆死了两个人 到目前为止不给我们一个真相 然后这两个人跑去海调 被人家救起来了 然后确实有一个 确实军人的身份 然后为什么会是一个军人的身份 到现在也不可能给我们一个真相 这个实在是我匪夷所思 我觉得为什么一个政党 一个民进党政府 每一次做事情的时候 都是这样搞得不明不白 出操惨帅 那菲律宾呢 布林肯去坐这个位置 是我们想多了吗 你不觉得这个位置真的很奇怪吗 这个位置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位置 所以我们也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当然还有一个比较朗紧的画面 旁边坐一排这样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美国曾经是一个大国 曾经 菲律宾在美国人眼中来讲 不过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 那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 而且曾经是他的殖民地的一个国家 然后这个国家 本身在过去碰到美国人的时候 总会觉得那个矮一截 尤其是这一位总统 小马可是在美国也曾经被通缉 然后他也有司法的官司在里面 而他的很多的财产在美国是被冻结 那是不是现在被放出来了 我们也不晓得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他在这一次会见 布林肯的时候 却安排他坐的 好像是长官跟部署之间的座位 所以像他是长官 他是首长在他底下的手下 对 这样的一种安排来说的话 这个当然对布林肯来说 或是对美国政府来讲 其实并不是一个 光彩的事 光彩的事 有点是像羞辱 可是布林肯也甘之如頤的话 那是不是变成美国有求于菲律宾 那也就是说 美国希望菲律宾继续在南海闹 我觉得那这个就是变成是 美国在求菲律宾说 你继续闹继续闹 你不要停止 不过我觉得中国大陆在执法 这个力道已经越来越强烈了 那菲律宾再闹下去的话 可能对菲律宾来讲 会越来越不利 这样闹下去真的 像这34个人 教授看起来不会觉得 随时感觉很容易上枪走火 出事情吗 最近我们看就是 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动作不断 从仁爱礁 黄岩岛 现在又到了一个 我们过去没有听说过的铁线礁 那仁爱礁 黄岩岛 其实大概加起来超过 10次的这种渔船 或者是海警船的这种插状 插状 都有 然后这个铁线礁 34个人 人数不少 那他从哪里来 他其实从那个中叶岛 讲到中叶岛 我们台湾要很惭愧 1971年以前 我们的海军驻守在那个上面 然后被命令说 当时有一个维拉台风 各位有没有印象 维拉台风1971年的时候 从南海往上到台湾来 然后台北这边就要求 海军这边到太平岛去避难 有那个必要吗 那太平岛去哪里避难 但是到7月的时候 维拉台风反正另外一个头发来的时候 他真的去避难 然后菲律宾的军人就上去了 海军那个时候要夺回 台北命令说不要干涉 我个人的推测 跟台风无关 我个人推测是美国的安排 是美国的安排 但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中叶岛上面 现在是菲律宾在南海地区 最大的就是军事驻守 跟一般的渔民驻扎的 居住的地方 大概50名军人 有200名以上的渔民 甚至都有小孩 他还办了一个小学 很小 然后选举的时候 还这个上面去举行投票 所以从这边过去的34人 我合理推断一定是如此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间点去铁线岛 这当然就是另起炉灶了 对不对 然后持续的再去凸显出 在南海当中 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 这种主权岛礁的争议 可是各位看一下 美国一点都不孤单 也不无辜 你看不只是布林肯 现在坐在这个 就是小马克思的前面 他事实上在小马克思面前 还就是批判中国大陆 在这边单边的声势 造成区域的动荡 然后强调说 这边南海是有一半以上的 全球的贸易石油商品的经过 但是各位你有没有听说过 从哪一个时间点 哪一个船或者是游轮 或者是军舰在这边发生过事情 没有 对不对 南海岛礁距离南海的航线 事实上是距离很远 所以单纯的就只是 各方的岛礁争议 但美国要强插手 为什么 你看布林肯到那边 然后大概在四月底的时候 美国跟菲律宾要举办一个 叫肩并肩的军事演习 被称为规模最大的进行 对 特别就是在靠近南海这边 同时在巴丹岛 各位 北宋岛的北边 有个巴丹岛 我们屏东的渔民都知道了 出去捕鱼 其实都在巴丹岛休息了 有些人还有在那边有小山 但是他在那边现在要建基地 从此美日飞 重点来了 4月11号 美日飞三国峰会 元首峰会要在华盛顿举行 各位 美国是全方面的 再去支撑菲律宾 那菲律宾不动作才怪了 对不对 仁爱交黄岩岛 当然也到铁线交去了 34个人太少了 下次好340个人去才有用 要不负美国期待的概念